尊信協查 解決勞資得益 解決勞資得益 移著艷陽高溫 南山人壽工會集結 控訴公司不公平對待 選在北市維多利亞酒店外 因為酒店裡正進行 南山人壽股東會 南山人壽長期就是違反 勞基法的大戶 在勞退金的部分 100年的時候分成5案 每案10萬 每個月開發50萬 到現在完全不提播就不提播 然後持續讓它開發 這是一個企業 應該有的企業責任嗎 勞方控訴之一 他們說南山人壽光 今年就被勞動局罰250萬 過去10年來 被連續才罰7000萬 這就是剛剛工會控訴公司 不提撥勞退金 以及工會不滿 他們業務員都有業績評量 認為這都是不公平對待 但是經過多次的溝通協商 都沒有結果 現在希望去年剛接任飲演糧 拿下南山人壽大位的他兒子 尹崇瑤 要好好跟他們解決問題 裡頭股東會同為股東的業務 職求對決尹崇瑤 對此南山人壽回應 表示主管機關的財閥跟指導公司 都虛心檢討 會持續跟工會溝通 同時有員工擔心南山財務狀況 公司強調財務健全清償能力無餘 我們追蹤 勞資雙方爭議會稍不停 是因為南山跟業務員 是採成懶而非雇佣制 因此像退休金等權益 才會沒有 多次溝通後 南山表示他們也有給員工 約聘以外的福利 雙方各說各話 保護指叛 權益保障 別受影響 VS新聞陽青波裡面 台北報導